第三隻眼睛帶你看世界 歷史上出現過不少高人 他們隱居寺院道觀 或出入朝廷輔助帝王 還留下很多神跡 大崗大河對於沉上的人 是難以越過的天險 不過對於一些人來說 就如理平地 達摩去中國 只憑一條路偉渡江 真人背道 只靠一個木杯就可以渡河 高人吳孟 只用一把羽毛線 就可以達到彼岸 當初達摩來中國 一條路偉渡江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以熟能長 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來看看背道和尚 和那些匪夷所思的神奇故事 關於背道和尚 當時大家 並不知道他姓什麼名什麼 也不知道他在哪裡來的 他住在奇州的時候 大家經常看到 他只是憑一隻木杯渡河 所以就稱呼他為背道 背道和尚言行舉止 不拘小節 而且還擁有超凡的能力 北方有一戶人家 收藏了一尊金身佛像 背道來到這戶人家寄宿 或是他看到這戶人家的 德行不好 避免他們沾污佛像 他竟然把金身佛像帶走了 這戶的主人發現後 馬上就派人騎快馬去追 追他的人 見背道在前面慢慢走 明明見他走得很慢 但是無論那隻馬跑得多快 始終都追不到他 到了萬津河半 背道就像平時一樣 放著木杯在河上 搭著木杯渡河 沒有風帆 沒有船長 那個杯就載著他 輕快地飄到對岸 後來他準備去掛布 和船夫說要渡缸 或者船夫看他穿衣衫藍扭 不想讓他搭船 背道就唯有拿出木杯 放在缸水裡 踩著木杯自己一個人啟航 大家都目定口外地看著他 他也回頭看著他們 心中輸言 自在淫穎 然後就一直到對岸 其真背道不僅自己神通廣大 而且與他相識的僧人之中 就有一位神僧 經他用過神通後 普通的船艇竟然可以在天空飛行 變成一艘飛船 我們來看看有多神奇 話說吾皇的部屬朱寧琦 出市高麗回國 在途中遇到大風 坐的船飄蕩了九天 漂流到一個島邊 島上有一座山 這座山非常高大 朱寧琦等人就上山執柴 看到路上有一戶人家 於是他就帶領大家沿途黑食 就是這樣走了千多里遠 他們聽到敲鐘的慶聲 又見到有香煙圍繞 於是都說有佛子在這裡 要去參拜 他們向前走了沒多久 就見到有一座寺廟出現在眼前 多數都是由金銀馬魯等七寶 霜陷而成 寺廟看上去輝煌壯麗 極為莊嚴 又見到寺廟前面有十幾個石人 他們都對這些石人合拾行禮 然後向前走了沒多遠 就聽到重驚的聲音 他們回頭一看 重驚的就好像是那幾個石人 朱寧琦等人互相說 那一定是得到的僧人 我們是有罪的人 所以見不到他們 於是就揭成的懺悔一番 然後再向前走 就見到僧人 僧人都為朱祺寧等人 準備好飯菜 雖然這些飯菜吃起來 味道就是普通的菜 但是又比普通的菜香很多 大家吃完之後都扣頭禮拜 請高僧幫他們盡快回到故土 有一個僧人說 這個地方距離京都有二十多萬里 但是只要你誠心 就不用受 很快就可以回到 然後僧人問朱寧琦 你懂不懂得盃道和尚呢 朱寧琦就答說 非常熟悉 僧人就指著北面那棟墙說 這裏是盃道住過的地方 現在托你將一坨給他 朱寧琦向那個方向一看 見那裏有一個壺 又掛了一枝石杖和一個瓣 那個僧人寫了一封信 裝入信封 另外還有一枝青竹杖 僧人將他們一起交給朱麒麟 並且對他說 你只要將這枝青竹杖 吊在船前面的水裡 閉上眼睜靜坐下 不需要花氣力 你們就很快回到家了 說完他們就互相慈別 那個僧人叫一個小和尚 送他們到門口 並且告訴朱寧琦 沿著這條路走七里 就會到你們停船的地方 你們不用遊園才那條路回去 朱寧琦等人 照著僧人的說話向西走 走了七里 果然看到一隻船 於是他們就上船 然後照著僧人的吩咐 一一照辦之後 就聽到船 由山頂樹上飛過的扶扶聲 根本就聽不到水流動的聲音 經過了三天 到了石頭懷 船就自動停下 那枝竹杖也不見了 船駛入懷河 行駛到豬著 就看到杯盜和尚 已經在那裡等著 當時在岸上圍觀看熱鬧的人非常多 朱寧琦等人在船上 遠遠就向杯盜和尚行禮 杯盜來到停船的地方 拿了書信和缽之後 就打開封信來看 信上寫的字竟然沒有人識 杯盜看完信後就 哈哈大笑 他們叫我回去 然後他就拿起缽 杯盜拋向空中 又伸手把他摺回後說 我沒有見這個缽已經四千年了 杯盜後來經常在賢言寺發義和尚那裡 當時大家都認為 這隻缽是奇異之物 所以都爭著去看 以上所說的 就是杯盜和尚的神奇故事 我們再來看看 吳盲盲的奇事 到底有多神奇 在《二十四孝》有一集 《詩蚊飽血》 說的是進朝吳盲 吳盲百歲的時候 由於母親早世 和父親相依為命 家境貧窮買不起蚊帳 每年夏天蚊蟲釘人 事無忌憚 吳盲的父親經常睡得不好 小吳盲見到 於是就赤裸上身 任由蚊咬 也不驅趕 他希望蚊多點來 吸飽了血 就不會再咬父親 在吳盲四十歲那年 有人傳授他先方道述 他從此就入道修行 成為得道高人 其實在過去修道 都是單純的 都是師父找徒弟來承傳的 也就是師父要看人的 德性高不高 德性高才會把本領傳授給他 而吳盲呢 我們剛才就說了 他是一個大孝子 是有德之士 他的德很大的 德大呢 就是根基比較好 吳盲相對來說 也是比較好的 所以他的師父就找到他 向他傳授收道的方法 據古書記載 有一天 忽然刮起一陣狂風 吳盲寫了一張道符 盯上屋頂 立即就飛了一隻青鳥來 擔走了道符 狂風就停止了 大家就問吳盲什麼事了 吳盲就說 南湖裏面有人遇到這場風暴 其中有兩個道士 叫上天救助 所以我寫了一道符去救他們 後來大家去打探 果然獲釋 南湖裏面有兩個道士獲救 有一次吳盲準備渡江回家 但是見波濤洶湧 吳盲也沒有坐船 只是把手上的白雨線 放在江水上面 就這樣踩著雨線 就順利渡江 見到的人都心感震驚 後來吳盲 在西平 坐著白陸駕駛的天車 升天而去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真的嗎 沒有 很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